我的天 干嘛 怎么还有啊 真的是大转盘 我今天说了 天呐 转盘 不会吧 天呐 这个做的好牛 人生的大转盘 找地方坐吧 你们往里坐 那我坐这儿吧 转到什么是什么了 估计 欢迎大家的到来 跳一跳 有研究表明 人平均每天会在不经意间 做出四万三千次选择 四万三千次选择 有一些选择 看起来无关紧要 实际上 却影响了命运的走向 接下来 你们将通过自己选择 决定你们人生下半程 将何去何从 你们面前的命运轮盘上 有两个数字 分别对应了两个房间 轮盘转动后 停在你面前的数字 就是你即将前往的房间 生死局要有点的感觉 对 咱俩的房间还不一样 不一样 在每个房间里 你们要做出人生下半程的选择 每一次选择的结果 会影响你在人生阶梯上的位置 你们的人生将在轮盘转动的那一刻 走向不同的岔路 天哪 好可怕 好吓人啊 这么有仪式感啊 人生有的时候是需要有些仪式感 三 二 一 请转动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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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 什么声音啊 怪声道 走 돌 이스 还是一 小头 ooo 魅�ang二 快 完了 答应 一二 我们二 我们第一 请各位 分别前往你们的第一个房间 我一个一个去 那我有点害怕 是这样的 我也不行 我害怕 你去一号 你去二号 是这样分的 走吧 走 快来吧 人生就要面临选择了 啥也看不见 神秘 没有吗 别走 哎呦 喂 哎呦 哇 什么呀 这啥呀 知道啊 这还是挺恐怖的吧 鱼威 别吓我啊 我胆真小 一二 走到人生的分岔路口 这么多啊 哇塞 哎 天呐 我也是吓唬人的吗 凯哥 下一次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见了 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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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就走到人生的分岔路 拜拜 小颖 祝你好运 祝你好运 拜拜 拜拜 分道扬镳 拜拜 你去二我去一 哎呦 protecting the air 原来是个沙发 啊 啊 啊 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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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呀 灵魂大拷问吗 哎呦 这是什么呀 嗨 有什么放马过来 Come on 有人吗 郭大林 李小牛 蔡小葵 贾斯汀 欢迎你开启人生的下半程 接下来 你会看到未来人生中的一段经历 结束之后 请做出选择 好好好 哇哦 我 哇哦 七子 菜的 啊 你怎么脱发了 我没有这种发量的烦恼 真的吗 我怎么脱 这真的吗 假的假的不可能 我脱了 我遭遇了脱发危机 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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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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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我该怎么办 这怎么选的 请输出你的理由 然后进行选择 我的天哪 人生面临无数次的抉择 我决定 干脆离一个光头 我肯定选择 干脆离一个光头 毕竟 我爸也算半个光头吧 而且 剪个光头 都不也有挺多 挺精神的人 是吧 虚张老师 各有老师 可以 李光头 不是现在 不是 不是现在李吧 以我的工作来说 我肯定得直发呀 毕竟发型还是得有 我会选择A 直发 其实就是看看这个条件 诺经烛光晚餐了未来的我 就说明我的条件肯定还好 不会很差 就一个月这个直发 应该也没有很大 也没有很大的财务危机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直发 A 走了 啊 我了 我了 啊 我了 你 我了 你 我了 我了 请做出选择 喝酒 我 天花响了 她怎么又嫁你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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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嫁她 前女友 特好看那个 她怎么又嫁你 嫁啊 这有什么好用 不能吧 外面说老婆发现不太好 嫁就嫁呗 万一这用正事找她呢 请输出你的理由 然后进行选择 灵魂的拷问吗 反正是我呢 我就不通过 反正也没啥好聊的 是吧 B吧 没什么理由 这 是不是 真正要有什么事呢 可以打电话 可以发短信 所以我选B不通过 我选B不通过 我在我结婚之前 曾经给我的前任女友 打过电话 然后我告诉她我要结婚了 她也给了我祝福 然后我说我会把你删掉 我是希望把这份美好永远珍藏 成为我的曾经的美好的记忆 我不希望现在我们再 再有任何的联系 会让我的妻子 有一些不必要的困扰 曾经的就是曾经的 现在的就是现在的 这是我的理由 我选B不通过 是我呢 我就不通过 没什么理由 我选B不通过 太牛了 我觉得咱太牛了 我真的没想到 最后这一趴这么牛 一个一个的选择 拒绝了前任的好友申请之后 你的生活发生了改变 天哪 没有这样的事情 没有这样的事情 没有好吓人呢 好吓人呢 哈哈哈 拍的挺生活呀 喔 二胎 生本怀上二胎 只个月后 几个月就完 唉呦天哪 要跟你一块儿吧 你 learned 哎呀 在 我觉得我们得换一套 大点的房子了 我也这么想啊 那咱不如图这套房子的学区吗 你说那些新的小区 环境是好 房子是大 但咱孩子上不了好学校啊 学区房等咱们以后有钱了 可以再买呀 现在当务之急 是给孩子一个舒适的成长环境 这也是家庭教育 很重要的一方面 再占一套学区房 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 哼 你想累死我吗 请输出你的理由 然后进行选择 这真的好难啊 怎么办 我遇到了人生的难题 二胎这样舍弃学区房 再占一套学区房 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 我会选择B 继续住在条件糟糕的学区房 保证孩子能够有充足的睡眠 然后保证孩子能够上学比较近 甚至乎有的时候可以回家吃饭 我觉得大人是什么都可以克服的 所以我选B A吧 理由就是 不能难为了自己 我会选择继续住在条件糟糕的学区房 不能因为觉得条件不好 而耽误了孩子的学习 这是一辈子的大事 学区房固然重要 居住环境生活的品质更为重要 不是说舍弃了学区房 孩子就不能得到良好的教育 教育是方方面面的 还有家庭的影响 身边的朋友 父母的陪伴 所以我选择的是A 学习重要 好 我要选A 我来了 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你选择继续住在糟糕的学区房里 25年之后 你的孩子成为了大企业的高管 你的亲朋好友 也纷纷向你求取育儿经验 老婆 你看 这墙壁上是不是贴满了奖状是不是 这个是妈妈的表哥 他小时候特别厉害 年年都是三号学生 而现在呢 他已经博士毕业 进入英力集团 这么厉害的公司工作了 这公司好好好 小姨父啊 您看 我儿子都这么大了 表哥怎么还一个人呢 是不是因为他太优秀了 对了 他今年都三十了吧 您怎么也不催催他 他呀 他好像不太愿意 这个好难想象啊 这么难是干涉呢 现在年轻人 工作范围 生活范围 很局限的 你本认识不了什么女孩 你这样 是在帮他打开朋友圈 就算谈不成 多个朋友也好呀 这是你的最后一次选择 请说出选择理由 前往最终的人生站台 这一步确实我还没有经历到 我很难想象自己三十年后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如果他三十岁还没有谈恋爱 为他安排相亲吧 我还是选择比 顺其自然 其实我能理解这个 到了这个年纪父母的心情 我用不了太久 我就会到这些年纪了 但是呢 我觉得孩子们有自己的想法 他该在什么时候这个谈恋爱 该在什么时候结婚 这个一定要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来 而且我再外加一句 我在外加 因为我有两个儿子 我相信 即便是顺其自然 两个应该也会有一个着急的 所以我选B 他们都三十了 我现在应该是六十多了已经 我选B不通过 曾经的就是曾经的 现在的就是现在的 我觉得大人是什么都可以克服 即便是顺其自然 两个应该也会有一个着急的 你瞧瞧我们这声光电 太拟了 这是我的遥控器 你选择尊重儿子的意愿 在他四十岁的时候 终于成婚了 在这里 我要感谢我的父母 没有他们的支持和理解 我就不可能找到我的真爱 你一定不可以 最近在外面 也会让自己也学习 做不到 家里 对 在外国 不可能 我没有 伤害 我的 我没有 在外国 我的 太过儿子 辉择 我只是想做 都给了我 所以今天 我也有一份礼物送给你们 我和Lisa在普吉岛 给你们买了一套大房子 度假的时候 就可以去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都十四岁了 我们家还住一个屋呢 我刚结婚带着俩孩子真住我岳母家 我在我岳母家住了四年了 她爸她妈一个房间 阿姨带老二一个房间 我俩带老大一个房间 就三个房间 后来我有了点积蓄 改善了一下生活环境 你人生选择好快 这有什么难的 不就做选择题吗 谢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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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一还是二 这边 二是吧 你是选择学区房那个是吗 对 然后呢 然后她三十岁还没找着女朋友 问我要不要给她相亲 你给了吗 我给她相亲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在老年角乐子不比 不 我错了 四年 你好 帮我女儿看一下 你家女儿要求挺高 不过没问题 我这有合适的资料 不 就完了 那一的故事是什么 是否选择直霸 你上升了对不对 总体来说 总体来说 应该是上升的 我好像下升了四个 下降啊 你还下降 我以为没有下降这个 还有下降啊 我遭遇了脱发危机 下行一层 实发几乎化光了你所有的积蓄 又下行一层 这么贵呢 为了弥补亏空 选择了接受 委派到非洲的长期高薪工作 男生嘛 事业 很重要 因为长期一地你们遗憾错过了最佳生育年 但是科技的进步再一次改变了你们的命运 五年之后你们终于又有了自己的孩子 听了一圈下来我怎么这么惨了 你怎么的了 怎么了呢 为了挽回形象 吃俊子 选择了职发 就一个月这个职发应该也没有很大的财务危机 这个月还有 车贷 保险 分期账单 老婆的生日礼物 该怎么办 你为了维护家庭 并没有选择和家人分开 去接受非洲的长期高薪工作 你跟你的爱人在一起 绝对不是因为钱在一起的 我跟我的妻子一定过着很幸福的生活 我真是烧告了 我才烧告了呢 谁给你过真道 八分的血没了 你知道吗 你选择分居来逃避无休止的争吵 希望可以利用距离让彼此冷静 谁料 妈妈 我也太惨了吧 太惨了 独独这个七十岁的你只能与鸟为伴孤独终老 我不想与鸟为伴 我最害怕的就是鸟了 为什么 他说 你最后的七十岁的时候 孤独终老 与鸟为伴 结束了你的人生 真的假的 与鸟为伴 与鸟为伴 分居的另一个选择是什么 是装作若无其事 假装在孩子面前继续维持婚姻 那我肯定想分居之后大家都是解决问题吗 没有 小甲 成熟的男人会选择装作若无其事的 那不就是在逃避问题吗 两个人在演 那个叫缓兵之计 你知道吗 我一想分剧给我分剧了三十年 三十三十年 我直接七十岁了 这道问题对于十八岁的小甲来说有点太难了 就是从直发开始的这个恶果 是我把爱情想得太简单了 你们的档案已经完成了 你们的人生阶梯也已经走完了 恭喜李小牛 你在人生阶梯上所处的位置是最高的 在我们送出获胜者奖励之前 我们档案馆还有一个最后的仪式 就是请你们将自己的档案进行归档 归档 自己选择 幸福 是幸福 还是认为是普通 还是不满意 你不满意 小甲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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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鸟为伴 与鸟为伴 小甲看着鸟不许 我看鸟我就是不许 我是这样跟你那个孤独中了比起来 我觉得我挺幸福 我觉得很好 对 这都是在世俗的眼光当中 认为我们应该获得的 所谓的什么人生颠峰固件 郭老师说的太好了 你别看我在这儿 我就觉得我幸福 怎么了 我就幸福 知足常乐 我认为还是幸福的 我很幸福 我叱咤了老年的朋友圈 完全满足了我中老年人的虚荣心 恭喜 恭喜李小牛 以及 其他除了Justin之外的所有人 你们都是今天的获胜者 恭喜 将档案归类到幸福的所有成员 你们的人生也是成功的 你看我 我就应该改的 就是说 Justin 就是说这个排名它不重要 就是你自己要开心 你要幸福 你要幸福 自己要开心 今天的人生阶梯 象征着外界对于人生成功的定义 很多人认为 考上好的学校 上大学了 我有工作了 找到心仪的工作 拥有很多的财富 就是一种成功 但是 人生其实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如果你能感受到生活中的幸福 拥有爱与被爱的能力 只有何尝不是一种成功呢 我也没有工作了 为什么我的人生只有落呢 人生吧 冷暖自知 苦乐自知 知足常乐 其实你做的选择都没有错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自己的幸福无关于别人 只要你觉得你就幸福